死后才知道 寂寐瘟疫是这本念闻世界的女主 而我则是男主导师的白月光 在窥见天际的那一刻 我曾做意的期待着 瘟疫如何被男主面身内心 我的灵魂挑拂在空中 看见剧情一幕幕的走过 但曾经的恶念 却逐渐变为愧疚和心疼 原来并不是所有小三的女儿都是绿茶 瘟疫本该是最无辜的存在 却从一出生就被贴上原罪的标签 这时我才知道 原来我最讨厌的寂寐瘟疫 曾经却把我当成救赎他的光 后来我重生了 这一世 我要成为真正救赎他的光 这是我死后的第五年 唯一会真心祭奠我的人除了瘟疫 再也没有其他人 而那个曾经满心满眼 都是我的少年狼沈玉 那个在我死后发疯了报复江家的沈玉 那个不顾一切 也要把我的骨灰带入沈家的人 此刻对我的情绪只剩下八分的厌恶 和两分的愧疚 他愧疚是因为我是瘟疫的姐姐 是曾经他捧在心肩上去早逝的爱人 而他厌恶我的理由也如出一辙 他厌恶我是他曾经喜欢过的人 也偏偏是瘟疫的姐姐 他曾经打着为了我的旗号 不敢证实自己的内心 然后虐了瘟疫整整理念 现在他终于被瘟疫的善良打动 勇敢的证实了自己的内心 所以接下来 随之而来的将会是对我厌恶 如八分上升之十分 说来也可笑 明明是他对瘟疫囚禁虐身的五年 现在却将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了我这个死人的头上 所以当瘟疫提出将我的骨灰 从沈家庄园搬离时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这是瘟疫五年来第一次 在没有沈育的陪伴下 独自离开沈家庄园 他抱着我的骨灰盒 坐在私家车的后座上 司机带着他缓缓驶离这个地方 他望里眼车窗外 飞速向两边倒去风景 眼中似乎没有任何流练 转而便回过眼神 将装着我骨灰的盒子 稳稳地抱着怀中 温柔地擦拭着 上面占污了我骨灰盒五年的泥土 他说 姐姐 如你这般骄傲又自由的人 我知道你一定不喜欢 那又黑又冷的地下 所以 现在我带你离开来吃啊 我怎么会喜欢冰冷 潮湿 而又暗无天日的你命里 连与我相处 只有短短一年的瘟疫都知道 而那个与我从小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的沈玉 却执意将我的骨灰 买入沈家的后花园 但我整日与你命相伴 以成全她的一片 爱我深切之心 没想到 到最后最懂我的 终究是我曾经最讨厌的姬妹 其实 我与瘟疫之间 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恩怨 要问我曾经为什么这么讨厌她 主要原因来自于她妈温娇娥 但我妈去世不到三个月 我爸就将她养在外面的 小三温娇娥接近了江家 与温娇娇一腾接近门的 还有我同父一母的妹妹温娱 和不到周岁的弟弟 而温娱只比我小四岁 也就是说 早在十几年前 温娇娇就和我爸勾搭上了 更让我愤怒的是我爸的态度 我妈尸骨未寒 她就这么迫不及待的 将她们全都接近了江家 于是 从那天起 我恨上了他们四人 但现在回头想想 其实温娱是和我一样的可怜度 我们从未得到过真正的母爱 也从未得到过真正的父爱 我们的父亲 不仅是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 还是个重男轻女的大男子主义者 自我即使起 就没见过我爸对我笑过 我以为他是生性不爱笑 直到我看见他抱着不满周岁的弟弟 一口一个乖儿子 一口一个好儿子 笑个嘴巴都里刀完后分 而我妈是个利害脑 当初他不顾外公的反对 执意要嫁给我爸那一穷小子 为此还行绝世抗争 甚至差点要和我外公断绝关系 无奈外公只有我妈这一个女儿 宠了那么多年 怎么忍心让她如此自虐 于是便拜下阵来 同意了他们的婚事 婚后起初 他们还算幸福 直到我妈生我后 伤了身子不能再有孕 右眼可见的 我爸对我妈的态度越来越浮衍 而忙于公司事务的时间 也越来越长 而我妈这个利害脑 不仅不将此事和我外公说 从此之后 我妈和我说过最多的话 就是小早乖 让他再忙 赢钱 你自己玩去 只是可惜 他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来拴住那个男人 到最后 却是人去财空 什么也没拴住 与小可怜瘟疫相比 至少我还有外公 我还有钱 从小到大 都是依来伸手 饭来张口 除了没有足够的母爱和父爱 谁见了我不得弟妹顺眼的 韩威生江大小姐 但瘟疫这不一样 说好听点 他是我爸的私生女 说难听点 邻居家的小孩 都在背后叫他见货生的野种 毕竟他妈温娇娥张扬又跋扈 但那片的名声的确不好 若是如此也就罢了 更可悲的是 他只是他妈用来挽留我爸的宗具 温娇娥以温娱的名头 在十几年间 问我爸要了不少的赡养费 但最后那些钱 全都被他花在了衣美保养 和装饰虚滑的外表上 至于温娱 只是能勉强的吃饱穿暖霸了 从他这时起 温娇娇就对他非打即骂 小小的年纪 他就要学会自己穿一座饭 收拾家务 照顾温娇娇的饮食几居 说实话 温娇娇的自私 梁国和重男轻女 倒是和我爸是出奇的配 就算温娱表现得如何乖巧 成绩如何优秀 温娇娇也吝啬一句夸奖 甚至还会常常埋怨 温娱不是个男孩 他将我爸迟迟不将他取回家的理由 全部归就到温娱身上 后来在温娱被沈云虐待后的无数个夜里 他常常跑到后花园 和我碎碎念他儿时的遭遇 他说 唯一能让他在沈家支撑下去的信念 就是完成我的遗愿 将我的骨灰撒向大海 让我的灵魂能够永远自由自在 在他的视角里 我不是作者笔下那恶毒的千金女配 时时刻刻想着如何与他争 与他抢 在他的视角里 我只是一位嘴硬心软的傲娇姐姐 我会在温娇娇将她当个仆人 忽来喝去时维护她 并将她从自卑和自我厌弃的泥潭中拉出 教会了她坚强 自信 我何时做过这般好事了 想了半天 我才恍人大悟 原来她是将我对温娇娇的讥讽 当成了对她的维护 我瞧不上温娇娇的那股小家对去的做派 曾在温娇娇指挥着瘟疫 给布满周废的江城换药布 喜妙故事 炒弄温娇娇行事上部的台面 就算做了江家太太 也洗不掉骨子里的瓶剑气息 温娇娇自然不敢正面惹我 毕竟江家的一切都是我的 在她知晓这一切后 在面对我时 也不会被她们算计 车祸坠崖以令归息 后来奚落完温娇娇 我又开始奚落瘟疫 我玩着下巴 悟空一切 表情不屑一顾的对她道 愣着干嘛 你不用学习准备高考吗 真是和你妈一样的鼠目从光 想到我江家的下人 你还学历太低 配不上 那时我以为她是表里不一 喜欢装可怜的白脸画 没想到她是真可怜 我以为她像个仆人般做这作那 只是想向所有人展示她在被我欺压 然后夺取所有人的同情 但我就偏不如她的愿 于是 我又继续说 瘟疫 收起你那可怜巴巴胶落的样子 有本身去反击我 这样倒还能让我高看你几分 我已经记不清 她当时是什么样的反应了 直接的印象中 似乎有双亮晶晶的眸子 一直静悄悄的看着我 现在想想 我真该死 她怕是将我的话 误以为是对她的关心 之前我以为她成绩必定不好 肯定连大学的都考不上 所以故意贬低她学历低 连当江家的下人都不配 殊不知 她成绩在学校里数一数二 所以将我的话自动挠不成 我在帮她摆脱温焦罗的努力 让她可以正大光明的看书学习 后来事实确实如此 有了我的话 不敢和我正面对上的温焦罗 果然不在我所顾忌的指挥着瘟疫 而瘟疫也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看书学习 至于我后面的那句讽刺 她装柔弱的话 则被她误以为 是我再叫她要学会抗争和自强 总之 在瘟疫的口中 我是救赎她的光 我是她学习的榜样 我的自信优雅 我的明媚张扬 都是她最羡慕的地方 虽然是我坏心办了好事 但我依旧自责无比 尤其是当瘟疫再一次被沈云虐待后 跑到埋葬我骨灰河的地方 一边戳气一边道 对不起姐姐 我终究是浪费了你的一番苦心 我还是那么的懦弱自非 对不起姐姐 我真的很脏 对不起姐姐 我只能用这种方法 来到你的身旁 在她一生生的姐姐中 我的愧疚达到了顶峰 我告诉她 我没她想的那么好 我告诉她 不必为了我现在 沈家这块肮脏的沼泽中 我在她的耳旁 说了一遍又一遍 可她都听不见 瘟疫啊瘟疫 你不该这么傻 不该为了我这个恶毒的女人 在沈家生生忍了这五年 五年前 沈玉在得知我的死亡后 疯狂地抱住着江家 我爸那个庸才 抵抗不住沈家的权力打压 激临破产 他和温娇娥能想到的唯一的方法 竟然是将与我有五分相向的瘟疫 送给沈玉当我的替身 那时其实瘟疫 本可以依靠她优异的成绩 再加上深情男二酷怀主的帮助 与国内彻底割裂 安心出国留学 或属于她自己的人生的 但她为了完成 我骨灰洒入大海的遗愿流了下来 她本以为 借助我爸和温娇娥 见到沈玉后 能和沈玉好好地沟通 因为她根本没想过 这么爱我的沈玉 会真的会让长相相似的她当替身 因为真正爱一个人 怎么会寻找相似的人去代替她 就算是再相似 也不是她 不是吗 温娱是这么以为的 我也是这么以为的 所以我们都错了 沈玉不仅真的让她当替身了 还让她做了她的情妇 不听温娱的任何解释 派人监视着她 让她禁锢在沈家庄园 这座巨大的牢笼里 对她肆意伤害 贬低折辱 温娱曾无数次地想 带着我的骨灰逃出去 但这座巨大牢笼的防护 实在是无懈可击 就算她真的带着我的骨灰逃走 也会在半小时内被捉回来 后来她学会了伪装和缝衣 就这样 这朵纯洁无瑕 单纯善良的小白花 终于变成了扎根污泥伪善的白莲花 在她真正善良时 沈玉厌恶她 但当她戴上伪善的面具时 沈玉却爱上她的善良 沈玉啊沈玉 你何其可笑 呼伐地行驶了两个小时 私家车停在了海边 秋日的凉风席卷着一丝的暖意 我张开双臂 拥抱着滚滚而来的海浪 第一次感受了自由的芬芳 瘟疫打开骨灰盒 将我的骨灰粉末 缓缓缓地洋入大海 她温温柔弱地笑着 笑着笑着眼中又带着泪水 似是与我诀别 这一刻 我终于意识到以后 可能再也见到这个温柔善良的小姑娘 因为我的灵魂 只能环绕在我的骨灰的周围 现在我的骨灰拥抱大海 也就是说 我再也无法到达 说实力外的目的 我的心中 升起一阵阵的不舍 接下来的剧情 该是瘟疫心灰意冷 在身体难二顾怀竹的帮助下 脱离沈玉的魔爪 然后出国散心 而男主沈玉 也正式开始了 她的追击火葬场之路 我看着她渐行渐远的身影 明知道她不可能听见我的声音 还是忍不住在她身后大声的咆哮 瘟疫 一定不要原谅沈玉那个死渣男 瘟疫 你以后一定要精彩地活着 让那个死渣男后悔死 瘟疫 是姐姐对不起你 尽管我生死力竭 但结果早已注定 瘟疫听不见了 就在我无助地蹲在沙滩上时 耳边忽然想起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即将进入大结局 瘟疫生命倒计15小时 正愣了一瞬 我难以置信地抬头望向天空 怎么可能 尽管我嘴上说着不可能 心中却慌得厉害 因为是她开口了 我不知道她是谁 也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 只能模模糊糊地猜测出 她是这个虐文世界的意识体 又或者说是 她是这个世界的天道 你不是说 接下来的剧情 是沈玉幡然悔悟 悔不当初 500多章的追其火葬场 剧情怎么改了 怎么突然进入了大结局 就算是大结局 为什么瘟疫会死 被我连续抛出的一连串 问题问得哑口无言的意识体 过了许久 才缓缓回答我 作者没按照原定的大纲 继续往下写 瘟疫的女主人设太完美了 性情坚韧 聪慧 松透 温柔 善良 就是这样一个将姐姐 作为自己的信仰的完美女主 怎么可能会爱上 自己姐姐曾经的对婚夫 更何况还和她在一起 于是剧情崩了 再加上读者骂声太多 作者决定草草收尾 换本书写 所以就匆匆把大纲中的 HE结局 临时改成了第一结尾 可我不管什么 HE还是BE 我只想问 那为什么要把瘟疫写死 世界意识再次陷入承诺 过了两久才再次回答我 为了越南主 神经病吧 这时我终于忍不住抱了脱口 为什么越女主 就是对她肆意伤害 贬低折辱 越南主就是女主嘎了 她余生愧疚 毁不当初 我在沙滩上焦急的来回夺步 我不停的习求了意识体 去救瘟疫 可这次 意识体在很久很久 都没有搭理我 直到剧情走到了 瘟疫既定死亡的时间点 意识体对我道 将脚脚 给给你 这次的故事结局你来写 我还未来得及思考 意识体话语中的含义 就感觉整个灵魂一清 紧接着一道刺目的白光袭来 然后我重生了 我重生回到了我去世之前一年 这时的我22岁 而瘟疫正好刚过18岁 她考上了和我一样的 H市重点大学 但她的高考成绩 其实更优秀 本可以上全国数一数二的 那两所大学 但为了更亲近我 所以选择了和我一样的学校 可笑我那时 还以为她是星期表 故意选择和我一样的学校 就是为了隔应我 但我忘了 哪有人拿自己的前途去隔应人 尤其是像瘟疫这样跌不疼 娘不爱 一直被温娇娥 当女仆驱使的小可怜 很应该在自己有能力时逃离的 怎么可能就为了合影我 继续留在这个牢笼里当牛洞 可笑上意识的我 一直到死了之后 才看透这一点 灵魂慢慢适应了人类的躯体 五官的功能也在逐渐恢复 我终于听清了 耳边过躁的声音是沈玉 小小你看 这副黄钻项链 是不是很漂亮 淡黄的色泽 就像是天上月亮镀上的银霜 与你的气质极其相配 昨天在盘大会上 我刚看他见一眼 就决定一定要买下来送给你 我轻瞥了一眼 确实很漂亮 和我的气质也很般配 但这副项链 最后却被沈玉亲手 戴在了瘟疫的脖子上 我还记得那天夜里 沈玉将黄钻项链 戴在瘟疫脖子时的场面 在温柔的月光下 沈玉也难得温柔极了 他看着瘟疫像挤了我的侧脸 温柔的妈撒着瘟疫脖梗上 白皙细腻的肌肤 异义 你戴着这副项链真好看 然后将头埋在瘟疫的脖梗和锁骨肩 粗暴的亲吻和吸水 吻着 吻着又忽然像个变态 猛的抬头 突然掐住瘟疫的脖子 面露猙獰 记住 你只是个低贱的情妇 只是他的替身 不要有任何的非分之想 明明是他动心了 却在警告瘟疫 不要有非分之想 他粗暴的将项链 从瘟疫的脖子上扯下 丢到了花园内的营营里 也就是埋葬我骨灰河的那片土地上 这幅700万的钻石项链 你怎么佩戴 就算是把它扔到烂泥里 也比戴在你这个脏女人的脖子上强 我的灵魂漂浮在空中 低头看着沾染上尘土破碎项链 认真的想 沈玉呀沈玉 原来你也知道 买我骨灰的这块地方是烂泥呀 沈玉呀沈玉 你还真是个不敢指示自己内心 只会欺负女生的卑劣小人 沈玉呀沈玉 你真是个十足的变态偏执狂 记忆中模样音质的沈玉 渐渐的和眼前这个面容青涩 眼神明静且赤诚的沈玉 慢慢重合 我知道现在的她 还是那个满心满眼都是我的少年 还是那个温润 开朗的沈玉 但我一想到将来的她 将会对瘟疫那般残忍 就无法原谅她 既然作者放弃了原本的追欺 火葬场的大方剧情 那现在就让我来接着续写完整吧 就在沈玉拿起项链 想为我亲手戴上时 我不耐烦的推开了她 目光冰凉 沈玉 你难道没看出来我不喜欢这副项链吗 你为什么还执意给我戴上 沈玉 你是不是根本不爱我 沈玉 我看错你了 沈玉最讨厌别人质疑她对我的爱 现在有我亲口质疑 她显得受伤极了 她手足无措的拿着项链 想开口对我解释什么 但又不知道到底怎么解释 不得不说 现在的她对我确实很是迷恋 而我也不给她任何解释的机会 留下一句 你自己好好反省吧 便匆匆离去 因为我跑得飞快 当沈玉缓过神来想追我的时候 我早已没了综艺 之所以跑这么快 是因为我着急想去见瘟疫 瘟疫啊瘟疫 这一时 姐姐一定真心对你好 瘟疫啊瘟疫 这一时 姐姐再也不会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 这样想着 我的步伐也愈加得快 但直到我跑遍了所有的大医教学区 也没看见瘟疫 今天瘟疫有一整天的课程 她怎么会不在这呢 叫我找瘟疫找得着急 明明看起来有些怯懦的女孩 忽然鼓起勇气和我道 瘟疫刚刚被刘慧叫走了 好像是朝西南角那个厕所的方向走去 西南角的厕所 那不是在学校人工湖的一厕 那个地方的厕所有些偏僻 很少有人去 刘慧是谁 她为什么将瘟疫叫到哪里去 校园霸凌这四个字 忽然在我的脑海中闪现 我匆忙对怯懦的女孩道了声谢谢 便朝西南角的厕所跑去 在跑去的路上 我终于想起来 刘慧这个名字为何有些人数了 作者为了将瘟疫这个绿纹 女主的人设塑造的更悲情些 就设计了刘慧这样一个恶毒女配的霸凌者角色 刘慧是瘟疫的初中同学 在知道瘟疫是小三的女儿后 就开始对瘟疫进行霸凌 高中时倒也还好 两人上了不同的学校 没有了来往 但自从上了大学 刘慧又遇见了瘟疫之后 霸凌就变得变本加厉起来 尤其是刘慧还爱慕着沈玉 而沈玉因为我的缘故 知道我不喜欢瘟疫这个姬妹 于是早在比现在还早的时间点 绝对用刘慧对瘟疫展开虐身虐心 他装作不经意的遇见瘟疫 然后又当着众人的面 对瘟疫表现出一些特别 沈玉作为H氏有权有势 英俊又洁身自号的公子哥 喜欢他的女生能从H氏排到法国 对于沈玉这种当众对瘟疫表现出有些特别 但又不是那么特别 最容易激发其他爱慕沈玉女生的疲对心 他们无法将沈玉 从我这个同样全是滔天的财发大小姐手中抢走 但却有的是方法欺负那个没钱 没背景的瘟疫 对了 光我说 之前我因为讨厌瘟疫 从不准瘟疫叫我姐姐 也不准瘟疫在任何人面前 透露出我们之间的关系 再加上温娇乐的偏心 瘟疫即使现在住进了江家 衣服依旧半久的心 所以没人会想到一朵苦素的瘟疫 会是我同父一母的季妹 我想 若是在前世 就算他们知道了 以我之前对瘟疫厌恶的态度 他们也只会欺负瘟疫欺负得更厉害 刚到厕所门口 我就听见女生尖锐的怒吼声传来 瘟疫 你这小大中我心下一光 连忙跑进去 然后猛敲唯一关上的厕所隔间瘟疫 里面的人赶紧给本小姐开门 若是不开 我将脚脚发誓 一定让你吃不了兜得走 或许是我的自爆身份 起到了震慑作用 不到一秒 瘟疫门便被打开了 狭小的厕所隔间 站着三个女生 刘慧 她的小跟单 以及浑身湿漉漉的瘟疫 我拧了女媒 一眼便瞥见了一旁地上 装着半筒脱地污水的塑料桶 似乎是见我的脸色不好 刘慧和她的小跟单的眼中 充满了浓浓的气氮 然后嘀嘀巴巴的喊了我一声 将将学姐扶作为学校的风云人物之一 还曾作为优秀学生代表 在大一刚开学的银行会上发过言 他们能认识我并不稀奇 稀奇的是 他们原来都正忌惮我的身份 都是一群踩高恐低的乌合之众 既然他们忌惮我 那这事就更好办了 我想起天道曾和我提到过 刘慧在《作者没写完》的大纲中 还有一段剧情 那时沈玉正在经历追击火葬场 而刘慧等人在毕业三年的同学聚会上 叫来了大二还没上完就辍学的瘟疫 凭他们的资产阶级 自然不知道大二就辍学的瘟疫 是被父母卖给沈玉当情妇了 他们只当瘟疫是家中权的接不过 才被迫辍学 而刘慧虽然知道 瘟疫他妈是某位有钱人包养的小三 但也只以为是有钱人抛弃了他们母语 瘟疫才没钱 教学会辍的学 所以当毕业后结婚生子 事业一帆风顺的流会 在看见前来参加同学聚会的瘟疫 穿得比他还精致时 心中又涌出了浓浓的几度 他开始喋喋不休的讽刺和暗示瘟疫 一定是走了他妈的老路 给有钱人当情妇 当小三 本来就在隔壁密切注意着一切的沈玉 才听见情妇彻底悦了 因为他曾经有五年 确实用这个词一直羞辱瘟疫 但他现在知道错了 而且瘟疫好不容易才和郭怀竹从国外回来 沈玉不想要瘟疫再想起他们之间不好的回忆 就这样 处于暴怒状态下的沈玉 闯进了瘟疫所在的包厢 然后开启霸总模式 小心翼翼的对瘟疫宣示主权 并对嘴毒的流会啪啪打脸 只是可惜 这样好的打脸情节 作者不打算写了 既然作者不写了 那我这个被天道临时授权代笔的人 自然要给写出来 才不能让读者失望 只听啪的一声清脆而响亮的发掌声响起 我收起了重重的朝刘慧的脸上打下去的手 这一下我扇得极狠 把我的掌心都扇好了 打脸这个词本身就有双重含义 既然要打脸 那就得将两种含义都贯彻到底 打完刘慧后 我看着瘟疫湿漉漉又怯生生的样子 心中生起了无限联系 但突然对他态度转变 我怕他会害怕 于是只好忍着想要摸摸他的头 安慰他的想法 学着我以前骄傲高冷的模样 指着塑料桶里的污水 对他冷冷地道 刚刚他们就是用这个托你的吗 见他乖巧的点了点头 我踢起水桶 递到了他的手中 应该学过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这个成语吧 那托回去 让他们看看你的反击 下次再也不敢欺负你 生怕瘟疫犹豫不敢托 我还捏着他的手 推着他使力帮他一起托 作为一个单纯善良的小白花固然好 但过于单纯善良 只会被人一直欺负 我不可能每时每刻 都陪在他的身边保护他 所以我重生回来的第一件事 便是要教他学会反击 刘慧这人 只是个世强凌落的草包 有了上司的教训后 我看见他 乱法遇见我和瘟疫 都会绕着走 而有了上司的事情 我和瘟疫之间的关系 也改善了很多 他没有了前世那样 每次见到我 都是一副既想要亲近 又有些胆怯的模样 大概也是在我的影响下 瘟疫也渐渐的 有了前世所没有的勇敢和自信 整个人的气质都进行了蜕变 林月文女主的人设 也越来越软 就是还不太敢反抗 温娇娥把他当牛坐马一样的指挥 想着他从小到大 也被温娇娇指使十几年 现在就让他立马改过来 是有些困难 算了算了 欲速则不达 此事只好慢慢来了 只是上辈子温娇娥和我爸 联手害了我的性命 这辈子我将他们绳之以法后 需要瘟疫连起他和温娇娥 那一点点的母女体力后 不要太怪罪我 其实上辈子 他们的伎俩很拙劣 无非就是先给我下了支换药 然后故意激怒我 然后让我一怒之下 驾车离家出走 这时的我 出车祸成了必然 而他们只需跟着我的车 在看到我出车祸后 第一时间将我的尸体火化 一火化 所有的证据就都没了 而他们只需要装出 伤心欲绝的模样 对着动人解释 女儿和父母吵架 要离家出走 他们担心才跟得上来 结果就发现女儿 可能因为情绪激动 判断失误 一脚油门撞上乔墩子上 当场死亡 毕竟监控里 清清楚楚的记录着一切 是我自己主动撞上去的 就连接到消息 第一时间赶来的神韵 都只能抱着我的骨灰 无可奈何 就算怀疑 也没有切实的证据 而其他人 则是连怀疑都没怀疑过 毕竟虎毒还不食子 谁敢相信 我爸这个人渣 为了财产会这么饿 外公当初的主妇果然没错 他让我不要相信我爸 也不要相信我妈 我很后悔没听他的话 在外公去世时 我还没成年 所以即使外公立下遗嘱 将所有财产都留给我 也为我找好了 代理公司的经理人 但后来 我还是在我恋爱脑的妈妈的哄天下 签下了大学为毕业前 由我爸帮我代表的合约 如今离我大学毕业不到一年 合约就要到期 我爸和温娇娥自然做不住了 这一世 知道他们的伎俩后 我表面上还是一副 因为他们做了一点小事 就容易被激怒的样子 但内心早已拨揽不停 并小心的防范着 有时我还会去公司 故意插手一些事物 恶心我爸也为了激怒他 好逼他们早点出手 因为他们两人 那副恶心的嘴脸 我实在应付够了 或许是我有意无意的改变 这一世的剧情 竟和上一世的剧情轨迹 发生了严重的偏离 因为大四在校时间很少 同学们基本都是找公司实习 上一世 我听从了我妈的医院 她让我一切都要听我爸的 但我即使大学毕业了 也不要去公司和我爸讲权 说他毕竟是我爸 他死后 公司还是会给我继承 为了让他走到心安 我答应了他 所以即使后来 我很恶心温交恶和我爸 但不敌我妈的医院 在大四实习期间 我傻傻选择了其他公司实习 但这一世 我不再这么傻了 我一边以将是大小级的身份 强势进入公司实习 一边又悄悄联系我外公的救护 不出意外 在我大学毕业后 就能彻底接受公司 我的这些暗粗粗的抢权的行为 彻底激怒了我爸 但他没有实质的股权 只有个代理董事长 外加帮我代理股城的名后 就算他想要阻止我 也阻止不了 于是他们终于被逼的 要提前动手了 但就在他们要动手的前夕 温交恶出事了 他意外的发现了 我爸除了他之外 还有许多其他的女人 或许之前 他还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小三 就忍了这口气 但他现在可是给江大海生了儿子 顶了正 名不其实的江太太 他像个正宫一样 哪里受到了我爸的背叛 于是两人动起手来 打着打着 温交恶一气之下 就随手拿起放在桌子上的刀子 红进了我爸的身躺 这一刀没将我爸捅死 却让温交恶自己入了监狱 而我爸在医院醒来了之后 也被我送进了监狱 在我重生之后 就开始命人调查我妈的真正死 温交恶刚生下男妈没多久 我妈就病死了 如此巧合的时间 或是没有猫腻才怪 关于我妈的剧情 做的只是一笔代表 所以我查起来还脱费了些时间 当初我妈根本没带症 是我爸伪造了病例 并花了大价钱 买通了私人诊火的医生 给我妈一边注射着抗爱化疗药 一边注射慢性毒药 让我妈一个健康人 在短短半年的时间一起死去 而别人都还以为 她只是癌症晚期 抗癌没成功 不知道我妈如果还活着 若是知道她最爱的江大海 这么对她 会不会还会继续恋爱脑下去 大概会吧 毕竟重度恋爱脑是不治之症 江大海三言两语 还是会将她哄好 她从小本就没有给我多少母爱 以至于我现在经历了这么多后 已经对她彻底的失望 现在也没有时间去缅怀她 对她可惜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瘟疫这朵单纯 善良的小白花 她是否能受得了 双亲都入依的打击 虽然这是他们自作自受 进了监狱 忽打忽撞的 没让我亲自动手 避免了伤害到我和瘟疫的感情 但想象中 大仇得报的快疑 并没有降临 因为我发现 相比大仇得报的快疑 我更在意的是 瘟疫会不会因此难过 受到伤害 但瘟疫不会是女主 她比我想象中 要更坚强 也更富有正义感 她还反过来安慰我 害怕我会因为知道了 自己的亲生父亲 亲手毒害自己亲生母亲 而感到绝望 于是不知不觉 从一开始我去找她 安慰她 变成了后来她不停地 在担心我 安慰我 三个月后 判决输下来 将大海因为故意杀人罪 被判了枪毙 缓行一言 她本来是枪毙 立体执行 但被我请来的全是最好的律师 为她辩护 才争取到了缓刑五年 不是我还顾念亲情 而是我深知 比死了更难受的 是痛苦的活着 前世她明知 沈玉不会好好对待瘟疫 还义无反顾的 将瘟疫灌罪 送给沈玉当情妇 那种比死了 让人难受的人间炼狱 她享受了大半辈子 也该经历一下 我跟监狱里的犯人放过话 只要对江大海进行折磨 我都会发放奖金 那些蹲久了监狱的 有期徒刑犯人 自然知道什么方法最折磨人 还不会被预警发现 我最近一次去看她时 她瘦了不少 恶得要不是隔着玻璃 都想把我吞吃入腹 江小小 你和江新那个女人一样的贱 老子早该在江新 把你生下来时 就把你掐死 她对我放着狠话 我却将手放在了 她宝贝的儿子的脖子上 不如我先掐死她 我笑着看她 只见她立马闭了嘴 大气也不敢出 于是我继续杀人诛心 你还不知道吧 这个宝贝儿子 是个天生带有基因缺陷的小傻子 他似是难以置信 突然站起来 疯狂地拍着玻璃窗 江小小 是你这个孽障下的手 对不对 他可是你的亲弟弟 由于他太激动 话还没说完 就被赶来的预警 按照压回了毛谎 我看着他狼狈的模样 笑得一脸开心 小傻子弟弟 确实天生就是小傻子 他没发现 是因为小傻子 现在还太小 而小傻子的出现 或许是江大海和温娇娥 坏事做多 小傻子被派来教训他的 前世瘟疫被囚禁的五年里 温娇娥和江大海 因为小傻子 爆发了不知道多少次争讨 温娇娇还因此 给江大海下了绝对药 让江大海和别的女人也生不了 只能有他温娇娇生的这个傻儿子 江大海被压走时 小傻子还在鼓掌 笑得一脸成真无邪 我摸了摸他的头 这样也好 上一辈的恩恩怨怨 都不需要知道 一辈子傻傻的 也没有什么烦恼 至于温娇娥 他本应该以故意伤人罪 被判三年 但我和温娇 以他患有精神疾病为由 让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并且他的余生 都会在那里度过 在此期间 沈玉一直对我殷勤备至 可我早就不喜欢他了 就在上一时 我亲眼看见 他把温娇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时候 我将他约了出来 打算和他说清楚 过约之前 我先回了一趟学校 递交实习资料 就在我交完资料 打算出校园时 刘会忽然出现 并拦住了我 江雪姐 耽误你五分钟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要和你说 我抬起手腕 看了一眼时间 和沈玉约的时间 确实有多于五分钟的时间 看了少后 于是我挑了挑眉 是一套快奖 见我答应 她的眸中划过一丝 小人得志的笑 江雪姐 你不要被温娱 看似柔弱单纯的外表骗了 她私下里 其实是一朵 附黑又恶毒的黑心脸 我发了个白眼 忍着想要打她脸的冲动 冷冷地警告她 温娱是什么样人 我这座姐姐的自然清楚 你以后敢敢再说一句 我妹妹的坏话 我让你们一家 都在H时昏不下去 因为江大海和温娇娥的事情 闹得满城风雨 瘟疫是我妻媚的事 自然也在学校里闯遍 我刘慧之所以来找我 只想挑拨离间 借我的手打压瘟疫 接下来她肯定还想说 有其母必有其女 让我防着瘟疫 但我已经不是前世的我了 就算瘟疫是个 浮黑又恶毒的黑莲花 但她也是我的好妹妹 最爱我的好妹妹 即使被我恶狠狠的警告一通 刘慧还是不甘心 她冲着我离去的背影 大声的喊道 江学姐 你知不知道 你的好妹妹 一直在勾引你的男朋友 我治了网纹 脚步没有丝毫地停顿 沈玉以为我约她出来 是因为终于回心转立了 她包场的全是最好的高级餐厅 将它布置成浪漫的模样 我一走进去 餐厅中就想起了优雅的钢琴曲 沈玉踩在用玫瑰花瓣扑就的小路上 一步一步缓缓地向我走来 再走到我身前半米距离时 她忽然单膝跪下 打开手中装着钻石戒指的不合 深情地看着我 一字一句说得认真 嚼嚼 请你嫁给我吧 此时的沈玉满心满眼都是我 她眉眼温柔 连嘴角上都挂着无限柔情 这一时 我不会死 她应该也不会再变成前世 那个很力无情的变态 但我不会答应她 为了我 她可以发了狠地去报复江家 但她不能为了报复 去逼迫清清白白的姑娘 做她的情妇 这就是她潜藏在儒雅外长下 最卑劣的人体问题了 沈玉 你起来 她没听出我的声音淡淡 也对 她向来都是这么自我 她心愿地站起来 以为我答应了她的结婚 挖着我的手 就要将戒指戴上去 却被我不耐烦地甩开 沈玉 我们分手吧 现在的你还算不错 但我再也无法爱上你了 你以后一定会找到一个相爱的人 但我希望在此之前 你要不因为放不下这段感情 而找个替代品 我说话的时候 她的目光由一开始的失落 伤心逐渐变得呆滞 呆滞过后又慢慢恢复清明 只剩在清明之中 带着一抹很力 沈玉还是沈玉 只是她变成了前世的沈玉 她面容冷峻 身上默然间多力 堵在商场中厮杀多年的沉冷气质 她半条思理地将戒指和扔到地上 然后对我冷冷地说道 好 我们分手 说完 头也不回地快步离去 这些渣男一定是去找瘟疫 一直到这点后 我也快步跟着她离去 餐厅距离学校并不算近 她一路闯了五个红绿灯 才恰好在瘟疫下午课程 刚完成时正好赶到 而我 因为不是个法王 一路上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比她晚来了十分钟 不到那时 瘟疫所在的教室 已经被理三层外三层 看热闹的人群团团包围住 就在我拨开层层人群挤进去时 忽然撞到了刘慧 刘慧看到我时 雾光中闪路着兴奋 江学姐 我就说瘟疫够引你男朋友吧 他们现在正当着众人的面 毫无羞耻心力抱在一起呢 这不是明摆着要打你的脸吗 她的嗓门故意扯得很大 一边是为了拱火 一边是为了让众人也都注意到我 果然 在她大嗓门的作用下 不少认识我的同学都纷纷给我让路 怎么能不让 豪门记姐妹 争想一个男人的大型修罗场戏码 谁外看 而那些还没反应过来给我让路的人 也都被刘慧粗暴地推开于是 在她的努力下 我很轻松地走到了战场中心 江学姐 一定要好好教训瘟疫这个虚伪的白莲花 刘慧的话音还未落 我就在她震惊的目光下 啪了一声狠狠地打在了沈玉的俊脸上 这一巴掌 我用足了力气 不仅在她的脸上留下了五道深深的手指印 还将她打得一猛 用来紧紧估住瘟疫双肩的手也一松 趁着她还没反应过来 我狠狠地推开她 另伸出手将我的小可怜瘟疫护在身后 对她怒目而瞪 比沈玉先反应过来的是刘慧 她一副心疼的模样看了沈玉 然后对我不可思议刀 江学姐 你怎么能打沈学长呢 你应该打瘟疫这个勾引人的小三啊 说实话 从一开始我就不想理她 但看在她拼命帮我拨开的人群的份上 我才忍了她 但她现在一口一个小三骂瘟疫 我实在忍无可忍 仰手就给她来了一个大逼兜 我的妹妹也是你们骂的 我告诉你 瘟疫不是小三 上次我就和你说了 不要再让我听见你诬蔑我妹妹 现在你就做好接受我江家律师函的准备吧 还有我打了沈玉 你正着急干什么 你也喜欢她 说完 我不再看刘慧一脸灰败 和被当众戳破心事的奥妄神色 然后当了一众同学的面 对着沈玉泪眼婆娑的控诉 沈玉 你个渣男 欺骗我的感情也就罢了 对我拆穿分手后 竟然还想欺骗我妹妹的感情 我可怜的妹妹 竟然被你这个渣男盯上了 真是晦气 幸好她一定都不喜欢你 要是真喜欢你 被你追到手了 还不得被你这个变态 关在家里虐待好几年 我哭了 我装的 这么说 我就是要当众故意给她破脏水 逼向众人解释 我和瘟疫都是无辜的 同时至终最可恶的人 只有沈玉这个死渣男 沈玉看着我的眼神更冷了 刚刚她从餐厅走得太急 都没仔细思考 我和她说的那句分手的话 现在她结合沐田的情况后 显然是有些猜测了 但她也只能猜出 我知道她是个重生者 却猜不出我是怎么知道 她将瘟疫当作提身换养 毕竟那时候我早就死了 同学们七嘴八舌的 一文声音传来 现代的风向 早已由我刚到时 对瘟疫的指指点点 肆意猜测贬低 转变为对沈玉的破口罢骂 没想到沈学长 竟是这样道貌黯然的渣男 就是说嘛 竟然一次性戏弄姐妹两人 嘿 呃信 早就说了 沈学长和那些 私下乱来的公子哥 没什么两样 你什么时候早说了 接收到同学们 不予一力的谩骂贬低 和鄙视的目光 沈玉的脸色黑如锅底灰 不在心中冷笑一声 面上却还是一副 楚楚可怜的模样 甚至还将瘟疫 搂进怀中抱头痛哭 而我也料定 沈玉不敢反驳 毕竟我刚刚说的话 都是事实啊 我知道他听得懂 也能明白我话语中威胁的意思 他怕我将他 未来那些破事 抖露给现在还一无所知 单纯善良的瘟疫 他现在爱及了瘟疫 再加上艾尔格德 他将这爱无限放大了一万倍 所以在听见我那些话后 他不敢轻举妄动了 所以同学的谩骂声 他也只能硬生生的受着 这还拿到哪呢 沈玉 比起现在众人 对你的鄙夷和贬低 前世你对瘟疫的讥讽和哲辱 还差得远呢 沈玉又约电了我 他想试探我到底知道 多少关于前世的事 以及我又没有对瘟疫说过 我当然没对瘟疫说过 我像这一世的他 永远远离和望远 那些脏污和黑暗 永远的开心的活在阳光下 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但我不会这样和沈玉说 我看着他笑得一脸挑衅 沈先生一口价 沈氏集团20%的股份 买断我所知道的一切 以及我不再阻拦你追求瘟疫 20%的股份 可谓是狮子大张口 这可是占了他手中一大半的股份 他咬牙切齿的看着我 恨不得把我杀了 敏感的感觉到这点后 我再次挑衅的开口 沈先生若是将我灭口了 我保证在我死后的第二天 瘟疫就会知道全部的一切 沈先生敢动了 还有 我既然敢向你这么开架 就有十足的把握 让瘟疫相信我 必定你也知道的 现在我和瘟疫的关系 可谓是极好 说着 我还将手机上显示的 倒计时一分钟给他看 是以他考虑的时间并不多 张小小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 你是这么恶毒的女人 亏我还为了你虐待瘟疫五年 他说话时咬牙切齿 他到现在没意识到 他虐待瘟疫五年 并不是因为我 而是他自以为是对我的执着 用爱我的名义困住他自己 不敢证实自己的内心 只好一遍遍的纠结 然后再一遍遍的折磨着瘟疫 我也是重生回来后 在知道沈玉早在这么早之前 就接触过瘟疫 并当着众人的面对 瘟疫表现出有些特别 又不是那么特别时 才想明白 原来作者早在这时 就埋下了伏笔 在沈玉的心中 种下了一颗纠结爱慕的种子 否则 他也不会在我刚死后 就抢了被江大海和温娇娥 灌醉送上床的瘟疫 不会就这么轻易的答应 江大海让瘟疫 就提升了提议 说什么为了我 用江大海和温娇娥 最爱的乖女儿 报复江家人 最后就只有阅文女主 瘟疫一个人受伤的事给达成 江大海和温娇娥 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我敲击着桌面 握数着倒计时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 当我倒数到三十 沈玉终于咬牙切齿的出声 百分之八 行不行 百分之十二 我一口回绝他的提议 他也再次陷入沉默 我做事要走 他才连忙答应 好 我给你 看来这时候沈玉 将瘟疫看得真的很重 要知道 百分之十二的股权 占他手中股同的三分之一 不够让他自断双臂 于是我联邦拿出 已经一好股权转让书 上面赫然写着 甲方转让百分之十二的股权 这一切都是 昨晚我和瘟疫商量好的 在看见瘟疫毫不掩饰的 对沈玉厌恶时 我便和瘟疫开始商量 怎么对付沈玉 毕竟沈玉太有钱了 这么有钱的他 一定还有许多方法 这场瘟疫 为了我单纯善良的瘟疫 不被这个死渣男纠缠 也为了报复上一世 这个道貌岸然的渣男 我决定主动出击 当然 我没告诉瘟疫 关于上辈子的事 只是说 想报复沈玉这个花心的渣男 我单纯善良的瘟疫 还帮我积极献策 说他可以吸引沈玉的注意力 在我悄悄的收购 沈氏集团股权的时候 我起初不同意 但拗不过瘟疫的撒娇坚持 也罢 这辈子有我在 并召开董事会议 将沈玉踢出核心层 令我没想到的是 按照前世沈玉那雷厉风行的个性 竟没有丝毫的反击 也许是事业 情场双重失忆 他受到了巨大打击 整日买醉 混迹在城中各大酒吧 有一天喝醉了 他和别人大打出手 被打瞎了左眼 从此以后更是一蹶不振 开始自暴自弃的滥娇 靠着公司每年给的分红过日子 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 是顾怀主告诉我的 他竟然和刘慧结婚了 没想到刘慧是真心喜欢他 曾经的天之骄子 跌入泥潭他也丝毫不嫌弃 只是故事听起来貌似很美好 但最后的结果却是 刘慧受不了沈玉的滥娇 一怒之下卷走了沈家大半的财产跑 但他没跑多久又回来了 因为他发现自己染上花柳病 至于人头是谁 自然是沈玉 估计现在两人还在互相埋怨和折磨 江姐 这结局你喜欢吗 我点了点头 太像不远处 正在阳光坊内悠闲插花的瘟疫 笑出了声 我很喜欢 说着我话锋一转 对顾怀主面露警告 不过顾家小子 你和我妹妹的故事还没结局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顾怀主面色立刻变得郑重 一次一句向我保证 您放心将解 我以后一定不会辜负瘟疫 五年后 所有的事情都沉埃落定 我手握H是最大的两家集团 已有成为全国首富的趋势 我已经计划我未来这一生 我要做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女强人 成为瘟疫最坚强的后盾 而瘟疫如今已经和顾怀主 结婚两年 怀孕三个月 她终于和最深情 温柔的男儿图写了童话般的生活 这应该是这本书被我改写后 读者最喜闻乐见的大结局 这是我为读者写的美好大结局 但远远不是我们美好生活的结局 我们的美好故事才刚刚开始 生活依然精彩地继续 瘟疫番外 我叫瘟疫 不是温柔小于的瘟疫 而是如同瘟疫般的瘟疫 我妈常常骂我是个晦气的东西 倒霉的赔钱货 她觉得就是因为有我的到来 挤走了她原本该出生的宝贝儿子 也是因为我是个女孩 才让她被迫一直当我爸的万事小三 她说的对 因为就在她生下一个儿子后 她果真录了江家 还有了正牌夫人的身份 只是她在骂我是赔钱货失望 若是没有我 她每个月拿来的高傲抚养费 从小我就知道 我只是我妈手中的一个工具人 她会为了逼我爸来见她 大冬天的在我身上浇凉水 然后以我高烧不退的理动 想把我爸喊来看我 但那时她还不了解我爸 她以为我虽然是个女孩 却好歹也是我爸的亲生鼓动 看在我如此病重的份上 她应该会来吧 结果不如她所料 我爸没来 不仅没来 还在电话里把她畜骂一顿 说她大提小做 后来骂完了 或许是为了安抚我妈 又或许是安抚正在高烧的我 她又给我妈打了一笔钱 于是从那天开始 我一年会生大大小小数十次病 每次我妈都会得到一笔额外的收入 小孩子看病能有多少钱 小针锁里打打针 吃吃药 停一请就过去了 其他的钱都被她花在自己身上了 她的名牌衣服 包包 首饰 高级的化妆品 护術品 可以眼睛一眨不眨的满下 但当放在我身上时 却连学校食堂的午餐费都不愿意付 小时候我很傻 我总想着是我做的不够好 如果我再努力讨好她一点 她会不会更爱我 直到弟弟生下来后 我终于明白 她永远不会爱我 从我一出生 姓蝶就是女孩开始 而她会疼爱弟弟 也仅仅是因为她能为她带来利益 说到底 她最爱的还是她自己 也就在那时 我最心灰意冷的时候 我见到个姐姐 那个传闻中 住在城堡一般的豪宅中的江家大小姐 她不喜欢我 意料之中 但意料之外的是 她虽然不喜欢我 却比我妈对我还好 她不喜欢我 却不会对我非打急骂 比一扁低 她看似高傲 实质却是血运心软 她似是照进我生命中的唯一一束光 我一直都知道她不喜欢我 但我喜欢她 这个够了 只是 上天总喜欢多多我拥有的东西 在我考上和她同一所大学的那一年 她竟然出车祸意外身亡了 我失去了我唯一的光 而且还掉入了更深的深渊 应与姐姐有着几根相像 我被我的亲生父母送上沈玉的床 我以为 凭着沈玉对姐姐的爱 她一定不会动我 但我想错了 她就是个神经病 她口口声声一遍遍的说着 要为姐姐报仇 但她报仇的方式 就只是将我求尽圈养 她口口声声的说着爱姐姐 但她的爱就是 和一个与姐姐长相相像的人 翻译覆语 我不理解 她真的爱吗 不 她不爱 她只是满足于自己深情的人设 更可怕的是 她竟然越来越喜欢我 她喜欢我 我看得出来 但这更让我觉得恶心 她困住我一个人也罢了 她还将姐姐骨灰 也在这个牢笼中困住 姐姐是那么高傲的人 她怎么忍心 让她死后也不得自由 于是 从那天起 我也开始利用 她对我的喜欢 一步步的侵蚀她的明星 终于 最后我成功了 我成功的取得了她的信任 成功的将姐姐的骨灰 带出了沈家 趁着沈玉对我尖短放松 我还联系到了顾怀竹 我让她带我走 我们去国外 我再也不想面对沈玉这个恶魔了 就在计划顺利进行的时候 我忽然听见了沈玉和我爸妈的电话 沈玉说 要不是为了我 五年前 她就会将江大海和温娇罗赠进监狱 她早就查到了 他们和谋害死姐姐的证据 要不是怕我难以接受 亲人相残的事实 江大海绝不会到现在 还有机会在她面前动的 而她现在也要用一千万 买断我和江大海的关系 在后来 她在和江大海说什么 我已经听不下去了 好一个为了我 可笑真是可笑 若真是为了我 我倒希望 她帮我为姐弟报了仇 她怎么这么可笑 于是 在那个下午 我回到了江家别墅 我妈对我展现出了 我从小就渴望的温柔 只是 我再也不需要了 我给她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却在做完饭后 没关上天然气的阀门 当她们闻见异味时 我突然扬起手中的面粉 按下了打火器的开关 随着火光的淋漓腻灭 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干净了 只是 对不起顾怀竹 我又一次失约了 在睁眼时 我回到18岁那年 此时 刘慧和她的小跟班 更将我堵在厕所的小个间内 扯我的头发 如今我早已不是前世的我 在沈家庄园里 我遭受过的虐待 比这严重多了 这点小痛我还忍得住 况且都死过 一回了 连死我都不怕 那就更不怕 这个外墙中竿的刘慧了 我也一把扯住了她的头发 不要命竿的往墙上打 她的小跟竿 似是被我的举动吓到了 手中举个美工刀 哆哆嗦嗦嗦的 就是不敢向前 于是我便一把夺了下来 本来还嚣张 骂我的刘慧 立刻进了手 也就在此时 本不该再次出现的姐姐出现了 我有些无措 将美工刀抵在刘慧的后腰上 让她打开厕所的门门 虽不知道 姐姐为什么会出现 但她是来护着我的 我喜欢这种 被她护着的感觉 于是我装成了 被人欺负的柔弱小白花 姐姐总是叫我 单纯善良的小可怜 但姐姐才是真的善良单纯 还不知道 我背着她在 若有似无地勾引着沈玉 即使现在的沈玉 还不是前世 那个偏执疯狂的变态 但我仍要这么做 因为我清楚地知道 沈玉藏在她内心 最深处的裂根性 她不配 她配不上我的姐姐 她也不知道 江大海和温娇娥的意外 不是意外 江大海包养的情妇 也怀了孕的照片 是我暗中在给温娇娥的 上一世 温娇娥是无意中察觉的 那时那个情妇 已经怀孕七个月 只温娇娥设计她们一时两命 这一世 我在情妇身孕三个月时 就透过给了温娇娥 还将温娇娥的替化 暗中交给江大海 江大海知道后很生气 她和温娇娥发生争执 而那把恰巧出现的刀 也是我放的 他们从未爱过我一分 已经活过一世了 我也不会再去收望那些 我永远都不到的爱 这一世的结局 是她们最有应得 而温娇娥也被我送进了精神病院 她会在那待一辈子赎罪 至于江大海怀孕的情妇 在知道江大海入狱 而整个江家 又都在姐姐的手中后 果断打胎 换了一个金组 在慢慢的相处过程中 我也确认了姐姐也重生了 她不仅重生了 还知道一些 她前世事事之后的事情 这一世 她一直都在拼命的保护我 在处理沈玉的事情上 她格外的小心翼翼 仿佛怕一不小心就伤了我 我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我装作不知道 既然姐姐不想让我知道 那我就永远假装不知道 如她期待永远活在她 为了编织好的幸福 在沈玉的事告一段落后 我也和顾怀竹 牵手步入了婚姻的礼堂 在我最爱的姐姐的见证下 这一世 我们都会永远的幸福下去 全文完